自然增加白细胞技术 一些健康状况可导致白细胞技术骤降 感染 白血病 癌症治疗 贫血 药物治疗 自身免疫性疾病 甚至过敏都可以瞄准免疫系统 削弱它 使身体更容易受到感染 幸运的是 即使您已经接受过癌症治疗 也有一些自然的方式可以提供白细胞供应 在骨髓中产生白细胞 它们的主要职责是支持免疫系统对抗细菌和感染 人的平均白细胞技术为每卫生血液4500-1万WBC 大蒜 大蒜是一种超级食品 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免疫力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刺激其他免疫细胞外 它不仅可以提高WBC水平 还可以增强抵抗感染的能力 将它添加到尽可能多的菜肴中 甚至可以每天吃一碗生蒜 酸奶 酸奶富含益生菌 有助于对抗有害细菌 此外 它还通过子机免疫系统帮助增加白细胞 根据一项研究 经常使用益生菌饮料的人 WBC较高 因为在消化到中央鱼的细菌不多 此外 酸奶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D 有助于调节免疫力 增强身体对疾病的自然防御能力 西兰花 西兰花是一种很好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供应 这种蔬菜含有维生素E、C和E 以及众多的抗氧化剂 是您应该放在餐桌上 一改善免疫系统的最佳食物之一 完全保持其电源的关键是 今可能少的烹饪 甚至建议吃生的西兰花 西兰花是享受这种蔬菜而不浪费其性质的最佳方式 如果您仍然不知道增加白细胞技术 请不要犹豫 尝试一下西兰花 猕猴桃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必需营养素 包括钾、维生素C、液酸和维生素K 维生素C可以增强白细胞对抗感染 而这种水果的其他营养成分可以保持身体的其他部分正常运作 猕猴桃可以保护您的身体免受呼吸问题 预防流感病发症和普通感冒 吃生姜 吃生姜可以增强体内的白细胞 它含有抗氧化剂 可以提高免疫力 除此之外 生姜含有大量的两种营养素新和维生素C 有助于提高白细胞的数量和活性 因此 你应该吃生姜 翻木瓜 这是延长白细胞依赖的光荣膳食之一 这种水果具有灵活性 可以延长体内白细胞或磷巴细胞的生成 因为它含有维生素A 此外 磷巴细胞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并对抗大多数癌症 除此之外 这种水果还可富含维生素C 它还含有一种名为木瓜蛋白美的消化酶 具有抗炎作用 与此同时 这种水果有助于增强您的总体健康 因为它富含叶酸 加合逼营养维生素 维生素E 维生素E是一种营养素 有助于增加我们体内的白细胞数量 因此 我们应该吃含有这种营养素的食物 拿苹果 纽油果 葡萄 梨子和草莓等水果 吃蔬菜 如西兰花 胡萝卜 豌豆和红薯 吃粒马豆和干豌豆 使用棕榈油 吃穀物 如小麦和大麦 吃坚果 如杏仁 巴西坚果和澳洲坚果 谢谢观看